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万众期待 多伦多华瑞小姐竞选2016 就会在明晚晚上8点30分 在多伦多会议中心举行 所以在今日较早之前 我们就特别举办了一个 show 前记者招待会 大会思宜肖家俊和秦压 介绍10位华姐 在设计独特的首饰衬扣之下 以拥用华贵的美泰出场 嘉宾除了有大会评判 各赞助商户 今年大会的慈善伙伴 马嘉烈公主盐症中心的基金会总裁 兼首席行政总监 Mr.Paul Arlov 亦有出席并发言 多谢新时代电视支持盐症的研究 之后思义就和嘉莱来个热身赛 考考嘉莱问题 10位嘉莱经过3个月的物质训练 这些问题当然难不到他们 除了介绍10位嘉莱 当然也要介绍 今次由香港过来的特别表演嘉宾 胡慧康和嘉宾思乙陈启泰 而阿卓就是先颁发两个奖项 结果9号张志佳可以先拔头筹 由HTL健康牙科代表手上 拿到最灿烂的笑容票选 华语小姐需要美貌和自卫并重 拥有灿烂的笑容和健康的牙齿 可以增添他们的自信心和亲切感 6号王家文就赢得中佳礼的友宜 成为今届的友宜小姐 在风呼和掌声之下 新时代传媒集团高层 和一众嘉宾合照 令记者招待会圆满结束 另一个高潮即将紧接而来 就是明晚8点30分的 多伦多华语小姐竞选 大家记住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